很多人在打造穿搭的时候都会追求减铃效果 毕竟穿出年轻的感觉更容易放大个人优势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 应该如何让减铃效果与各种风格的穿搭并存 所以打造出来的减铃穿搭才会显得不够完美 那么本期就以杨颖的搭配为例 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打造少女感穿搭的秘诀 不得不说 我真的被杨颖的下半涂圈粉了 原来她的少女感真不是吹出来的 杨颖在搭配时用到了叠穿技巧 她打造出来的穿搭有着干净利落的美 虽然上半身用到了叠穿的思路 但整体穿搭看上去是层次分明的 搭配上干净利落的装造和双丸子投之后 穿搭就有了元气满满的感觉 这样的搭配不仅减铃效果好 而且还很显甜美气质 想要穿出少女感不一定要用甜系服饰打造穿搭 使用设计简单的服饰进行搭配会更好 这样不仅可以降低搭配难度 而且搭配起来会更加灵活 设计简单的服饰可以加入各种潮流元素 利用潮流元素提升少女感 更容易保持穿搭协调性 看杨颖的搭配就知道 在她的穿搭中没有一丝多余的细节 不论是装造发型还是服装与配饰 每一个穿搭关键点都能保持自然 在合理搭配的情况下 穿搭给人带来的视觉冲击力是十分强烈的 整体穿搭可谓精致又高级 还能秀出身材优势 如果大家不知道如何挑选服饰 可以参考一下洋颖的搭配思路 大家可以优先使用内搭 针织衫衣或者西装外套打造穿搭 利用叠穿效果提升穿搭层次感 最后再使用发型强调穿搭风格和减铃效果 就像一年四季都能生长的植物一样 每时每刻都散发着生机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拥有好身材 想穿出少女感也需要有好身材加持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好身材 如果想穿出时尚感 必须学会调节身材曲线与比例才行 不论身材如何 掌握调节身材曲线与比例的技巧后 就能通过穿衣搭配呈现出相对完美的身材 看洋颖的搭配就知道 在她的穿搭中 身材比例和身材曲线都是经过细致调整的 流畅的身材曲线加上相对完美的身材比例 往往可以让穿搭的吸睛效果倍增 与此同时还能将服装原有的美感完全展现出来 普通人也可以参考这种搭配思路打造穿搭 处理好搭配细节就能美得很轻松 色彩搭配也是提升穿搭高级感的关键 如果大家想穿出显气质的效果 那么在搭配的时候就要学会挑选服饰配色才行 色彩搭配不仅可以提亮肤色 而且还可以强调风格 大家可以围绕穿搭风格以及自身肤色进行挑选 这样更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服装配色 在不考虑纯色服饰的情况下 大家还要多了解色彩搭配组合才行 穿搭小白可以参考别人的色彩搭配组合 用现成的高级配色组合打造穿搭 更容易穿出时尚感 当然如果大家对色彩搭配组合有足够的了解 也可以自行搭配 但一定要保持色彩搭配的协调性 这样才能让穿搭显得更加高级洋气 穿衣搭配对细节的处理有很高要求 但很多人却经常忽略穿搭细节 所以才无法穿出理想效果 如果大家也喜欢洋影这种少女感十足的穿搭 那么可以参考一下她的搭配思路 结合自身特点选择服装设计 这样更容易穿出满分的减零效果哦 听说长得好看的都喜欢订阅和点赞哦